每天为您介绍最快最实用的单词记忆 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两个单词 第一个词是my m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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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意思是我的 比如说我的书 我的电脑 这里的我的就是my 第二个词是your 就是我们第一节讲的你 也就是you这个单词 后面加个字母are 合起来 y o you are y o you are 读作your 怎么记呢 我们把my和your这两个单词放一块记 比如你开了个旧书店 朋友说 your 你的店卖啥呢 你回答说 my 我的 旧书 这样是不是好记一些呢 今天这两个单词都是形容词 my 我的 这个单词对应的人称代词就是上节学的 i i 是我 my 是我的 your 对应的人称代词是you you 是你 your 是你的 大家记的时候呢 最好联系起来记 i my you your 你看 i和my 嘴型是一样的 i my you 和your 长得很像 念起来 一个嘴型小 一个嘴型稍大 you 嘴型是小的 your 嘴型要稍微张大一点 大家不要搞混了哟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明天我们再见 bye bye